基隆市长林佑昌在6月5号记者会中宣布 基隆市确诊数是4月30号以来的新低 从5月2号以来首次跌破1000例以下 6月5号是729例 全国确诊数第5低 本岛第2低 基隆市走过高峰之后持续让疫情稳定收敛 今天是我们基隆市确诊案例 首次跌破1000例 那是全国确诊数第5低 那是本岛第2低 今天我们基隆确诊数是729例 比昨天减少295例 那这是从4月30日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我想我们基隆的疫情因为走在全国之先 所以我们从5月28号以来 我们经过了18天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确诊数 仅仅只有高峰的时期 2530例的28.8% 所以我想基隆市走过这个高峰之后呢 我们持续的让疫情能够稳定 持续的一个收敛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 未来其实也会发生在中部跟南部 我想整个的一个疫情 基本上它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走势 那所以我想我们首次这个跌破千例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 让它逐渐的这个和缓 然后最后呢达到整个这个疫情能够结束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虽然基隆疫情稳定收敛 不过林佑昌也强调 从6月10号到6月19号之间 举办的城市博览会 因应民众和游客来参观 市政府一定会做好防疫作为 让民众安全参展城博会 由于我们的一个确诊数 大概是我们全市人口的 已经超过16% 那我们的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也是在全国打得很好 我们第三剂也超过66% 所以整个社会的群体免疫率 大概有达到83% 所以这代表我们社会 有一定的一个群体 这个免疫的一个能力 不过相关的一个防疫的作为 还是必须要做好 也就是我们要求在城博会期间 所有人都必须要戴好口罩 那依照中央的防疫指挥中心的规定 另外我们在所有市内的展馆 的一个路口 全部都会布设这个 这个喷雾机 也就是防菌的这个喷雾机 来确保这个进入我们的场所 是这个平安的 是这个安全的 所以我们会做好 一切防疫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也希望大家依照着我们的 来指引安全的来进行参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